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 我们二阶的VM方程呢 当然可以分出线性的跟非线性的 OK 好 什么叫做线性的VM方程 它指的是这样子 假设我们定义个VM方程这样子写 Y呢 假设是X的函数 你对X啊 位两次 再加上呢 PX Y呢 再位一次 再加上Q的这个函数乘上Y Y这次就不位了 OK 那其他的呢 放在右边 这样子 假设我们有个VM方程 就像现在的Equation 1所写的 而且其中呢 P Q&R 它们呢 都是怎么样 Function of X only 它们呢 只是X的函数 那么Equation 1啊 我们就称之为啊 Linium OK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定义 那么假设呢 其中的RX呢 是0 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怎么样 Homogeneous 是其次的VM方程 假设RX不等于0 那我们就称之为 Non-Homogeneous OK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好 我们来看几个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一看 我们跟它比呢 Y Double Plan 它也是第一个Y Double Plan 再加上它是25Y Plan 它不是X函数 但它是常数 它是任何一个函数 最简单的状况 它没有这一项 等于RX RX呢 右边呢 它确实只有X的函数 那你告诉我 这个函数是线性 还是不是线性 它是什么 线性 对不对 其次吗 它是不是其次 它是不是Homogeneous 右边那个 OK 所以呢 我们会说这个是什么 Nineal Non-Homogeneous ODE 那因为两次的微分 所以叫Second Order OK Second Order Nineal Non-Homogeneous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好 好 再看下一个 告诉我 这个是什么方程式 第一个 它是几阶 二阶 很好 它是线性的 还是非线性的 对 Nineal的 它是Homogeneous吗 它是Homogeneous 对不对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是什么 Second Order Nineal Homogeneous Ode OK 很好 大家都知道了 好 再看下面这个 好 这个 先告诉我 它是几阶的 How many orders 它是几阶的 第二阶 对不对 因为它微分 微两次 OK 好 它是不是Nineal的 是不是Nineal 不是 OK 因为纵使你把它除过来 把它写成 我们一般就是 最高次项 前面把它写成 一 你后面还是有 这样子 你发觉一件事情 这个的 它自己有两次方 它前面呢 并不是X的函数 所以呢 它是Second Order 但是呢 Nineal 是不是其次 是不是Homogeneous 是不是Homogeneous 是Homogeneous 因为它右边等于0 OK 这是Homogeneous OK 所以这些的分辨 各位一定要把它记在心里面 因为不同方式的 不同形态 你就有不同的 对付的方式 OK 好 好 我们来讲一下 它的几个特性 OK 重叠原理 各位你可以发觉 从高中开始就读了一堆重叠原理 到现在还在重叠原理 对不对 实在是很多 我们先看个简单的例子 OK 假设有个微分是这样子的 告诉我 它是几节 二节 线性 Nineal吗 Nineal Homogeneous吗 Homogeneous OK 它Second Order Nineal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它有两个解答 第一个是cosx 第二个是sinx 我们来试试看 看看 是不是真的是这个样子 OK 好 Y1要是等于cosx 那么 假设它是解 你带进去 它应该吻合这个equation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把它带进去 所以Y1的一次方微分 会变成负的sinx Y1的两次方微分 会变成负的cosx OK 那重点是 现在是这样 这几个函数 cosx 它的一次方微分 还是连续 它的二次方微分 还是连续 而且它不会发散掉 对不对 所以要有这个特性 然后我把它带进去 Y double plan Y double plan 就等于Y1 Double plan 再加上Y1 会等于什么东西呢 Y double plan 在这边 负的cosx 再加上Y1 cosx 是不是等于0 没错 它等于0 因为上面 就告诉我们 它吻合它 所以cosx 确实是它的解 对不对 好 那这个知道了 那我们再验证一下 Y2呢 假设是根据这边讲 sinx 也是它的解 对不对 好 Y2的一次方微分 变成cosx Y2的两次方微分 变成负的sinx 好 那我们看看 把它带进来 Y2的Double plan 加上Y2 等于什么东西 Y2的Double plan 是负的sinx Y2呢 是sinx 果真啊 等于0 这一点都不会讲 对不对 所以真的是告诉我们 cosx跟sinx 都是什么 它的解答 好 我们来试一个解答 假设一个解答是这样子 这两个解答的 线性组合 重叠原理嘛 就是它可以加在一起 但它不只是加在一起 我可以乘三个倍数 一个常数 之后再把它相加起来 那根据这样子的话 那它是不是等于C1 cosx 再加上C2 sinx 对不对 好 我们来看看 这个呢 是不是它的解 我们先把Y呢 做以次方为分 变成负的C1 sinx 再加上C2 cosx 再为一次分 它等于负的C1 cosx 减掉C2 sinx 也就是说 它等于负的原来的C1 cosx 加上C2 sinx 好 现在呢 我们就来执行 Y Y 得正 包含进去 OK 好 所以呢 我们就会有第一个理论 它是fundamental theory any linear combination of two independent solutions on an open interval i is also a solution of equation one ok 记住它一定要是linear you are homogeneous 也就是说这边都要x的函数 等号右边一定要等于0 那这个定理呢才存在 我们这边已经做了很简单的一个例子的测验了 发现它果真是如此 对不对 所以就非常容易的来了解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做个 因为这个证明非常简单 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来证明 OK Assume if y1 and y2 are two independent solutions of y double plan plus px y plan 再plus qx plus y equal to 0 OK 假设是这样子 那么 Let's try OK Then y 假设我们把它写成c1 y1 再加上c2 y2 Is also a solution 我们怎么知道呢 我们就来做做看 y的一次方微分 记住c1跟c2都是常数 OK Constant 那这样一微分这c1不动 我们只微后面 我们只微后面 y1 plan c2不动 微后面 y2 plan 再来呢 两次方微分 再微一次 一样 c1不动 y plan y1再微一次 就能 y1 double plan 再加上c2 y2 double plan 好 这三个都做完了 我们把它带回前面的这个式子里面去 y double plan y double plan 是它 那么我们会得到c2 y1 double plan c1 加上c2 y2 double plan 这第一个 再加上px乘上y plan y plan在那边 是c1 y1 plan c2 y2 plan 再加上qx乘上y y是谁 这个 c1 y1 再加上c2 y2 对不对 它会变成什么东西 我们要是把c1提出来 都有c1的放在这边 里面呢 这边有个y1 double plan 这边有个p乘上y1 plan 这边有q乘上y1 OK 再加上c2 c2是什么 y2 c2在这边 后面是y2 double plan 再加上px乘上后面的这个y2 plan 再加上q 乘上y2 对不对 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y1跟y2 是equation 这个equation的结 所以就代表把y1带进去 它合 y2带进去 也是合 所以y1带进去的结果 它要等于0 就相当于这边y1 它要等于0 y2带进去的结果呢 也是一样 y2带进去 这边呢 通通都要等于0 最后的结果 就等于0 是不是 也是它的结 没错 OK 好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你是二阶为人方程 suppose 其次的 linear的 那你应该找到两个结 那这两个结 你必须要把它做个linear combination 那它就会得到个完整的结 OK 好 比较完整的一个结 所以请大家 要记住 它要记住它要有这个特色 OK 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假设 今天呢 你可能是 non-linear 你可能是 non-homogeneous 不管哪一个 那么这个时候的相加的线性排列组合 还会是它的结吗 未必有 OK 未必有 may not a solution of equation one 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这个事情 好 我们来看看一个几个例子一下 example 我们有这个equation 好 这个equation你告诉我 它是几阶的 what order second order 对不对 是不是linear的 linear or non-linear linear 很好 homogeneous or non-homogeneous homogeneous 很好 所以呢 它是什么 second order homogeneous linear od 对不对 好 它现在告诉你 它有两个solution has two independent solutions 哪两个呢 y1 等于1加上cosinx y2 等于1加上sinex OK 那我们怎么知道他讲这两个对 我们带进去试试看嘛 对不对 好 我们把y1 一接微分 一微分之后前面常数项就不见了 就变成后面的负sinex 再微分一次 就变成负的cosinx 所以这样一来呢 原来equation是y double plan y double plan y1 double plan 再加上y1 对不对 假设算完之后也等于1 那就代表我们发现 证明它就是答案了 负的cosinx 是y1 double plan y1呢在上面 加上1加上cosinx 结果答案等于什么 等于正1 果真跟原来的四值一样 所以1加上cosinx 是上面这个equation的解 对不对 没有错 好我们看y2 y2呢我们把它微分一次 就变成cosinx y2 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它是homo 对它不是homo 它是nonhomo nonhomo nonhomo OK 谢谢你们 nonhomo 因为这边不等于1 这边不等于1 好嘞 那这个呢 两次半微分会变成sinex 好 那我们来算一下 y2的double plan 再加上y2 会变成什么东西 y2的double plan 是负的sinex y2呢 1加上sinex 结果答案等于1 没错 跟原来是一样 所以y2跟y1跟y2 确实是它的solution 那我们先试着把它 linear combination一下 OK 但是linear combination呢 你做那边一样的之前 你也可以说 我要是把它乘上个常数 会不会是它的解啊 就像这个地方一样 假如说y1呢 是它的解 是这个的解 y1乘上常数之后 会不会是它的解 我们来试试看好不好 假设有个解释 y3好了 y3是y1乘上一个常数 就这样子 我们来看看 y3一次方微分 变成c1y1一次方 y3的两次方微分 变成c2y1两次方 然后我们把它带进来 ydouble plan 这个c2y1 double plan 再加上p乘上y plan 在这边c1y1 plan 再加上q乘上y c1y1 它会等于什么东西 它会等于c2 提出来y1 double plan 再加上py1 plan 再加上qy1 那因为y1本来就是它的解嘛 所以带进去 一定要吻合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右边告诉你 它等于0 就相当于c2乘上0 也等于0 也就是说 在目前这个状况下面 假设我知道y1是它的解 我把它上面乘上任何一个常数 它还是它的解 对不对 那我们试试看这边 会有什么样好玩的事情 OK 我们试试看 有个y3 y3是c1 是y1乘上c1 我们试试看 所以呢 根据这边 它会等于c1 1加上cosx 或者c1加上c1cosx 好我们试试看 我们把y3一次方微分 所以前面不见了 只剩下后面 负的c1 sinx 再微分一次 变得两次方微分 会变得负的c1的cosx 好我们把这三个带到 带到哪边 带到上面的这个式子来 那这个时候y3的两次方微分 再加上y3 假设你运算完之后等于1 就代表它也是它的答案 对不对 好 y3在哪边 y3在这边 负的c1cosx y3呢 在上面 c1 y1 在这边 c1加c1cosx 所以这两个下掉了 答案等于c1 就原来的式子告诉你 它一定要等于1 它不能够有任何选择 这边呢 却告诉你 它会等于c1 也就你前面乘上什么 它就是什么 跟原来的不一样啊 对不对 所以除非c1等于1 否则呢 你只要乘三个数字 不等于1的 答案就不对了 它就不是它的答案啊 跟那边状况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发觉 有这个现象啊 同样的 你要是也再做一次 你把另外一个答案叫做 c2乘上y2 你这样做 你发觉 它也不是它的答案 假认你妈做个linear combination呢 c5是0 c1y1 再加上c2y2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会等于c1 再加上c1cosx 再加上c2 再加上c2的sinx 对不对 所以整理完会变成前面的常数 后面有c1cosx c2的sinx 好 我们把它微分第一次 一微分之后 前面常数像不见了 后面c1在 因为它是常数 cos的微分变成负的 c1sinx sinx微分变成cos 正的cos 再微一次 会变成负的c1cosx 减掉c2sinx 对不对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把它丢进来 假设y5是它的答案 你把它丢回原来的式子 那么y5的两次方微分 再加上y5 一定要等于1 我们做做看 它会等于1吗 这边会等于负的c1cosx 减掉c2sinx 再加上y5 y5是在哪边 这个是y5 c1再加c2 减掉c1sinx 再加上c2cosx 我们一看 这个地方负的 这个地方负负负负负负负 OK 所以呢 这边要加的 你发觉这个c1sinx 在那边是正的 对不对 等一下我看看 为什么不一样 c1cosx的 我自己抽错了 后面才是sine c1cosx是正的 这边c1cosx却是负的 c2sinx是正的 c2sinx却是负的 剩下c1加c2 答案等于1吗 不等于1 所以虽然说这个是线性的 只是因为它变成non-homogeneous 那它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个时候你不可以对原来的解答 做任何变更 你只要乘三个常数 做线性排列组合 抱歉 它都不是原来的答案 OK 所以呢 有这种特性的呢 是蛮限制的 一定要线性 一定要homogeneous OK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定义几个名词呢 定义完 让大家知道我们怎么称呼一些equation OK Initial value problem of second order linear homogeneous ode ok 所以我们现在眼光呢 只集中在于 homogeneous linear ode OK 假设不是 那到时候再讲 比如说我们呢 这样子写它 因为它要homogeneous 所以等号右边一定要等一点 等号左边呢 一定是y的两次方微分 还有另外一个像是y的一次方微分 以及y的零次方微分 它就是不微分 也没有次方向 OK 这样子的一个式子 那我们有另外叫initial condition OK 或者我们叫做ic OK 这个指的不是机体电路 initial condition 那么initial condition 我们常常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你既然有两次的两节微分 你得求的两个节 它才可以 OK 待会我们就会知道为什么 好 第一个 在 x等于零的时候 是不是一个特定的条件 对不对 x等于零 假设x 它是个边界 那么我们这个称之为边界条件 假设x是个时间 那它等于零 就是我们开始的时间 就叫initial 它会等于某个固定的数字 第二个 第二个 它的一次方微分之后 让x等于零 当你做这个动作呢 它也会等于某一定的常数 OK 当然你未必要让x等于零 我也可以说 哦 y在x里 某个特定点 等于k零 或是一次方微分之后 让x等于x零 它也会有个特定的点 这样子也可以 没有人规定 一定要在等于零的地方 也就是说 你只要给它两个确认的数字 知道它是怎么变化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解了 OK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的solution呢 我们给它几个名称 第一个叫做genal solution 什么叫genal solution呢 y c1 y1 再加上c2 y2 假设y1 y2呢 是它的解 那么你把这两个解 做线性排阶组合呢 也是它的解 这个叫做genal solution 那么这个里面 c1 c2 分别是什么东西 分别是什么 constance to be determined 这两个常数 我们并没有设定 它是什么常数 除非 你把这两个条件 带进来 你才可以把这两个 未知数求出来 对不对 我们以前国中有学过嘛 两个未知数 你叫两个条件 你才可以把它解得出来 两个方程式 好 另外一个呢 我们称之为particular solution ok 当c1 c2呢 被决定了 你一旦把intitial condition 带进去 知道c1等于什么 c2等于什么 知道了之后的 solution 我们叫做particular solution 假设一开始不知道 那就代表它有各种可能性 那那个时候叫做什么 genal solution 一般性的解 ok 就不是particular的solution 好 好我们现在呢 来解一题看看 好我们来解一题 很简单的 假设呢 假设呢 我们有个equation condition 2 ok 请问一下 它的particular solution会是什么 第一件事情 step one 它的general solution 前面已经解过了嘛 它的general solution很简单 y会点c1cosinx 再加上c2sinx 这是它的general solution 但是其中的c1c2呢 还不知道是什么 它是constance to be determined OK 有待于你来解决它 我们怎么解决 这个时候就进入第二个步骤 我们就开始运用 initial condition 那我们来解它 OK 因为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基本上呢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那它是不是解 我们就要看看怎么弄了 好 那 by ic-1 有第一个initial condition y的 当x等于0的时候 要等于3.0 所以我们就把它带进去了 带到第二个式子里面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式子呢 所以我们第二个式子呢 经过运算之后 它会等于什么 3.0 没关系 先把它带进去 c1 cosin x是0 那时候cosin0就等于1 再加上c2 sin0 sin0就没了嘛 要等于3.0 所以那告诉我们 它的解 c1 要等于3.0 所以这样第二个式子呢 我们告诉我们 y呢 of x呢 就等于c1 就等于3 cosin x 再加上c2的sin x 这是第三个式子 那我们还是有一个位置数啊 还没有解决 对不对 那很简单啊 因为我们还有第二个condition啊 还没有用 有c1呢 initial condition2 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y 微完分之后 让x等于0 那这个时候要等于负的0.5 所以我们就先对它微分哦 好不好 y 微分呢 会等于什么 负的 c1 sin x 再加上c2的cosin 会是这个样子 微完分之后呢 我们让x等于0 会变成负的c1 乘上0 因为sin0等于0 再加上c2乘上1 要等于什么东西 负的0.5 所以这马上就告诉我们 c2要等于负的0.5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第三个式子 就可以再次的进化一点 因为c2已经解得了嘛 就把负的0.5摆回来 你得到最后的结果是 3cosin 减掉0.5的sin 这个才是你最后的particular solution 你全部都把它解完了 就这么简单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好 算到这边呢 我还没有告诉大家 怎么把它解出来 怎么找到这个解 都还没有告诉大家 只是告诉你 已经有解之后呢 它解应该要有什么形式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告诉大家 应当要怎么开始解之前呢 我们还要再讲一些其他的东西 让各位有个概念 OK 好 我们一般呢 我看看 我将这边这个插掉 我们来学几个名称 请大家呢 务必要把它记住 未来呢 各位在求任何解的时候 在做量子力学的时候 里面都会牵涉到很多basis 很多基础的东西 OK 我们来定义一些名字 名称 general solution 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嘛 对不对 定义 什么叫做basis 什么叫做particular solution particular solution 你已经知道了 general solution 也已经知道了 那什么叫做basis OK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有一个equation 可以写成这样 OK 这一看 它就知道 它是个 second order linear homogeneous differential ordinary differentiation 对不对 Q呢 也是x的函数 所以我重新写 把它写漂亮一点 OK 那has a solution 它有个solution 有个general solution Y location C1 Y1 C2 Y2 OK 那其中 C1跟C2 呢 are constant are constant to be determined OK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会称呼 Y1 Y1 and y2 are called 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a basis of solution 我们把这个叫做1 我们把这个叫做1 这个叫做2 on i 也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解呢 是在一个范围里面 即使任何东西解都要有个范围 在这个范围里面 它是它的一个general solution 那么其中Y1跟Y2呢 我们它就会形成一个什么 这个solution的一个basis 一个基底的集合 的一个组合 OK 这个称之为basis 那basis当然要有很多重要的 的这个东西 那我们到时候再讲 所以呢 这个呢 这个就是一个什么 general solution if C1 and C2 are determined 你可以决定它之后呢 那么 equation2呢 就become 一个particular solution OK 所以我们要记住 Y1 Y2呢 形成一个basis 的一个集合 那这个在 在很多地方 事实上你看看 我们在三度空间的里面 我们喜欢的一个基底 就是我们的坐标系统 坐标系统呢 互相独立 independent 你只要这三个 系统里面的分量知道 你就知道你在什么地方 OK 就足以描述你 所以这个非常像 一般坐标系统里面的感觉 但是呢 坐标系统里面要求 Y1跟Y2 互相争交 在这个地方 也是如此 它未必争交 但它一定要independent 一定要互相 怎么样 没有关系才行 OK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它的一个特色 OK 好 Y1 Y2 R-Core Business OK 好 好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 只是介绍一个名称而已 对不对 好 我刚刚已经提出来一个 就是 我已经告诉你们 它的结 带进去 一定要合 假设是线性的 Ninia Homogeneous 那么这两个结的 Ninia combination 也是它的结 或者任何一个结 乘上任何一个常数 也是它的结 但我没有告诉你怎么结 但是有些 记不记得我们上次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叫Uniqueness 就是我们的结 解出来 一定有唯一的结 假设它是线性 假设它是Homogeneous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结 而且这个结只有一个 完整的结只有一个 没有第二个 那这个时候还不简单 我臂子眼睛乱找一通 最后面我一定找得到 我找到个线索 走过去 我一定就找得到它 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保证 也就是说呢 我们就可以从一个 相似的equation出发 看看怎么猜出第一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猜出来了 第二个答案就蹦出来了 那不是很棒吗 那最后答案就 就全部跑出来了 对不对 OK好 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 我们这边前面还没告诉你 这两个答案怎么跑出来 对不对 我们先告诉你 假设你知道第一个答案 那第二个答案怎么跑出来 你怎么知道第二个答案 长得怎么样 我们也有说过 这两个既然互为基底呢 这两个有很重要的关系 意思是Y1 and Y2 Or Independent 他们两个一定要互相独立 什么叫互相独立 互相独立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说 Y1无法乘上一个常数 响一声就把他变成他 不会的 你做不到这件事情 这两个一定要尽管很复杂的转换来转换去才可以 OK 这个时候呢 他才可以称之为互相的独立 OK 意思也就是说 They are not proportional 他们没有成比例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 If you know one solution What is the next one? 那第二个应该是什么形式 假设有个solution 已经知道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 Find a basis 对二阶而言 它一个basis里面包含两个components 就是两个节 你知道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是什么 OK 那我们要利用到一个 巨小的 Reduction of order OK 好 我们来看看 先看例子 我们再用general的做法 假设有个例子是这样 假设这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equation 好 那我们不晓得 投一个答案是什么 有人呢 很厉害 一观察 嗯 他找到一个答案 OK 他发现了 第一个答案呢 Y1等于X呢 是一个solution 不信你吗 带进去 Y1假设是他的解 那Y1的一次方微分等于什么 1 所以这么是1 所以是负X加上Y Y就是X 所以负X跟X 刚好互相消掉 好 就剩下这一项 Y1的两次方微分呢 等于0呢 0乘上管理什么东西都是0 所以果真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它是答案 那请问一下第二个答案是什么 What is the next the second solution 记不记得 我们上周呢 我们在上一阶温方程的时候 我们有说过 假设说有一个equation 你先判断 它是不是exact 就发觉它不是 那你会做什么事情 想办法把它变成是 你怎么做 你假设它乘上个什么东西之后呢 它就会变身 对不对 那我们可不可以用 用同样的做法 它乘上个什么东西之后 它就变成了第二个答案 反正管你3727 你怎么找 只要你找得到 那个答案就绝对是对的 好 那假设可以这样子 不是很好吗 我看看 我这边是用什么符号 假设我们乘上一个U 到底U是什么 不知道 OK unknown function to be determined OK 那我们再把U算出来 丢回去 最后再对它做个 linear combination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是个linear homogeneous的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对不对 所以你只要把它求出来 就好了 现在怎么求 简单啊 我们就把它丢回去啊 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个 叫做第二个诗子 我们把第二个诗子 丢回第一个诗子 想要这样做之前呢 我们先一步一步微分下来 因为这里面有一次方微分 跟两次方微分 一次方微分 会变成什么 U 对X微分 你可以U的 一次方微分 乘上Y1 再加上U不动 乘上Y1的 一次方微分 对不对 Y2的两次方微分呢 会变成什么 这个地方会变成什么 U的两次方微分 Y1 再加上U的一次方微分 才乘上Y1的一次方微分 再加上后面 再加上后面 U的一次方微分 Y1的一次方微分 微前面 后面不动 再加上前面不动 微后面 U Y1的两次方微分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好 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好不好 OK 所以这样一来呢 我们通通把它带进去 第一个式子里面 带进去的话 X平方 减掉X 增上Y的两次方微分 这个有 这个有两个吧 对不对 直接乘上2 再加上 再减掉X乘上Y幅浪 Y幅浪在这边 最后再加上Y Y在哪里 在上面 它一定要等于0 对不对 这个就是第一个式子 带进去之后 请各位好好把它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之后呢 很快的 你就会得到 我看看 Y1已经知道是X 我把X直接带进去 我把X直接带进去 所以 怎么会等于Y1就是X Y1呢 X的一次方微分就是1 Y1呢 等于X X的两次方微分等于0 对不对 对不对 就没有它了 所以这边会是 X平方减掉X 乘上U的两次方微分 乘上X 再加上两倍的 U的一次方微分 对不对 因为Y1呢 就是X X一次方微分 就等于1了 这个不见了 剪掉X 乘上U的一次方微分 乘上Y1 X 再加上U 乘上Y的一次方微分 就等于1 U X 一定要等于0 现在只要把U 求出来就好了 对不对 U求出来就好 稍稍微整理一下 全部把它展开来 好不好 所以呢 这个乘上这两下 这个乘上这两下 所以你会有 U的Double Plung 前面有X的三次方 U的Double Plung 然后后面这个乘上 再加上2X平方 U的一次方微分 再加上 这个一乘开来 负的X平方 U的Double Plung 这两个乘起来 负2X U的一个Plung 减掉 继续来继续来 继续来 这个地方我们会变成什么东西 U的Double Plung 有两个 这个 以及这个 所以你会有 X三次方 减掉X平方 乘上U的Double Plung 再加上 U的一次方 有这三个 对不对 2X平方 减掉一个X平方 就变成一个X平方 OK 这边呢 好像可以提出一个X出来 那我们把它X提出来之后 变成乘上这一大堆东西 等于0 那就相当那个X不见了 我把它 相当我把整个四十出一个X 出一个X 那你会得了X平方 减掉X U的Double Plung 再加上 X减掉2 乘上U的Plung 等于0 好 我们算到这边呢 这是第三个四十 只要把第三个四十算出来 VN方成解完 U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先问你他怎么解 我从前面讲到这边 我根本就还没教你们怎么解 对不对 现在就要知道怎么解 所以最简单的办法是 我们能不能利用 之前教过一阶VN的时候 的技巧来解 但问题是 这边是两阶 那一阶怎么办 怎么办 很简单 我就做个简单的变数变换 OK 好 V 等于 U Plung 这是我强迫他的 我们变数变换 OK 所以我把第四个四字 带入第三个四字 然后呢 它会变成 X平方 减掉 X 本来U的两次方微分嘛 两次方微分就是一次方再微一次啊 是不是变成V的 Plung 再加上X减掉2 U Plung U Plung就是V嘛 这个大家总该会了吧 对不对 学不记得我们上次说啊 从一阶二分方程 第一件事情 先判断 你能不能把 你要微分的这个 因变数跟变数啊 分开在等号的两边 现在变数是X 因变数是V 我就想办法把它分在这两边 那这个地方呢 我是不是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DV over dx 这就是它 等于 这提过去 然后这个除过来 负的 对不对 再处理一下 我是不是写成这样子 这个一看 左边呢 Function Of V only 右边呢 Function Of X Only 那剩下就简单了 这时候怎么做 两边积分 再加上个常数就好了 对不对 那这个马上做 答案就可以算出来了 好 我们继续做下来 我们把它算完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第一个怎么算 这个很简单吧 这就是long 自然对数的V 等于负的 这整个的积分 这整个积分 你可以用部分分式把它弄开来 X减掉 X减掉 1分之1 减掉 X分之2 DX 再加上C 我们可以这样子 那这样子呢 继续算下来 就很简单了 long V 等于负的 抱歉 这个时候负的 已经摆进去了 所以这边已经没有负的了 OK 我们是否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这个最好给他一个绝对子 因为他绝对不能够变成负的 这只是提醒我们 他可以这个样子而已 OK 好 再来怎么办 大概就取exponential嘛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可以先维持 这个样子的形式 OK 那这个要等于他 这边是一个C 所以这个C到底 这边我们要不要加进来 我们先假设 C是等于0好了 好不好 OK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这样两边都是自然对数 那是不是代表V跟这个要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V要等于X减1除以X平方 它可以展开来 变成X分之一减掉X平方分之一 那V会等于V会等于什么东西 V是什么 V是不是等于U的一次方位分 那我们可以继续的积分呢 记住哦 经过这个动作之后呢 你看 一阶的VM方程 经过这个动作之后呢 它变成一阶的VM方程 这个叫做什么 Reduction of order OK 就是把它的order 接次下降的一个技巧而已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很简单了 马上就告诉我们 U啊 会变成什么 后面这个积分 我们这个时候才把常数加上来 或者是你爱加不加都没有关系 这个时候U啊 马上就算完 会变成Long 绝对是X 加上X分之一 OK U就变成这个样子 那变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们算U干嘛 你不要算到后来忘掉了 我们是说 你知道第一个答案 你不晓得第二个答案是什么 我们就假设它乘三个U 那现在是不是告诉我 第二个答案就算出来了 那Y2会等于什么东西 U Y1 是不是等于这一大串 Y1是什么 X OK 这个就是Y2 那你Y1 Y2 都可以把它算完 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时候呢 你第一个答案就找出来了 OK 算了这么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好 没有的话呢 我们呢 我看看 好 作业下一次再给你们好了 这礼拜会有两个到三个作业 对 这个是下一个 礼拜三会讲的 礼拜三会讲 OK 所以到目前为止 到这个地方 大概知道 你只要插一个就好了 第二个呢 有办法把它导出来 对不对 当然就是说这个办法 只是很幸运啊 刚好你乘三个什么东西 就可以求出来 要不然就比较麻烦 OK 但事实上真正我们在处理的呢 二阶微温方程 大家在处理的是处理 常数微温方程 也就前面呢 这边都是常数 而不是一个x的函数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可以很简单地求到一个解答 OK 很简单求到解答 比如随便弄一个 弄个很好玩的方程式来看的话 OK 比如说好了 你们学的什么 RLC是不是 好 假设这边是个 一个交流店 然后开关 R 先用RC好吧 先用最简单的 然后我们再一个一个来 好不好 一旦你夹上去了 电流就开始了 对不对 你可以是交流店 或者是 支流店 Anyway 管你的 假设是这样子呢 一旦一夹上去之后 电流开始流通了 我们就用科系合幅 电压店里 我们用回路店里 回路店里 意思就是说 我施加一个电压 电动室 就好像把你一颗球呢 从一楼送到十楼 它开始爬 在石头上滚的时候 未能都没有改变 第一个一 经过了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就开始消耗能量 经过楼梨 噶呐呐 站下来 屁股都快烂掉了 对不对 真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呢 碰到一个什么 碰到一个电容 就好像电梯打开来的时候 里面根本就没有电梯 啾 就掉到地下室了 就掉到一楼 然后又送上去 然后再来一次 很倒霉 对不对 OK 所以呢 这边的压降 要等于这边的消耗 给的 要等于消耗掉的 就是这样子 对不对 你爸爸妈妈给你的钱 你就把它通通花光光 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记住这边没有存的 事实上会有一点点存 那最后还是花光 好 那这个时候怎么做 假设这边是V V要等于什么 这边的压降 我们假设这边有个电流I I是位置数 所以呢 它的压降会I 乘上R 那它会等于什么 简单一点 我们都只记得 Q等于CV 这是最最简单的 一个equation 对不对 什么是电容 电容意思是 会把电存起来的容量有多大 好像你吃饭 你的度量有多大 对不对 你要吃四碗才会饱呢 还是吃一小碗就会饱 还是吃半碗就会饱 就牵涂到你的度容量 就牵涂到你的度容量 所以这个一样 这是电的容量 所以呢 假设你外面呢 这个是他饿的感觉 这个是他实际吃饭的量 就看看他容量有多大 假设大家都觉得一样的饿 但因为他的度容量比较大 所以他要吃四碗 对不对 我最常讲的就是我班上的同学 我每次都想到他 这件事情我永远想到他 他是我班上的女生 你知道吗 每次去吃饭 我都假装我是男生 然后我叫两碗饭 以前的一碗相当于你们现在的碗工 这么多 然后呢 他呢 他一看我叫两碗饭 他不好意思 他就叫三碗就好 然后吃到一半了 我都还没有吃完 他又去拿了一碗饭回来 最后还问我说 我那半碗饭还要不要吃 好 我赶快就把它吃掉 所以他度容量很大 对不对 所以C很大的时候 是代表他可以储存很多很多的Q OK 这个就是基本的idea嘛 对不对 我们用这样记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V V会等于什么 C分之Q 所以他会等于C分之Q 像我怎么知道 他上面储存了多少个电流 电荷 我怎么知道 但是我知道I跟Q的关系 I的定义就是单位时间流过去的电荷量 所以他告诉我一件事情 Q呢 就是I对时间的几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把它换成为 假设这个 是一个交流 跟时间有关系 一定跟时间有关系 本来是分开了 现在突然间合上去 那么 我把这整个式子 V分一次 是不是会等于 DV DT V已经知道了 T 谁不会G 谁不会V B人径也会V 这边是不是得到一个I PLAN R 再加上C分之一I 整理一下 各位很熟悉的 一接VM方程就跑出来了 R 电阻 不随时间改变 所以它是什么 常数 C分之一 C不随时间改变 所以也是个常数 所以 V 是时间的函数 它是I的函数吗 不是 它是时间的函数 比如说直流电 我时间等于0的时候 切下去 变成某个伏特 时间等于0之前是0 那么这样子呢 这个地方就相当于 它随着时间的改变量 对不对 如此而已 所以 这个是个线性W方程 只是它不等于 0而已 所以这样是不是变成 一接VM方程啊 对不对 这会不会解 很容易解嘛 你可以假想个 比较好的状况 就是说 原本这边什么都没 这个是充满电的 好像照相机一样 充好电了 突然间按下去 这边一接通 电流就啪 整个都充出来 那么 是不是这个时候 这边就变成0了 对不对 因为这边根本就没有V嘛 没有V的 0的微分 还是那个0 就变其次了 你就会解到 它的放电 的状态 对不对 很棒 这样子就可以知道 好 所以呢 这个时候还没到二阶呢 哪边有二阶啊 再加上RLC 就有二阶了 R L C 这样就好了 好 再绕个圈圈 假设有个电流量I 那就很简单了 VT 要等于I 乘上R 对不对 这个Q等于CV 所以V等于C分之Q Q再换成为I 就变成为 C分之一的 IDT 对不对 那 这个是这个 这个应该写在下面 第三项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的意思是说 假设我们有个磁通量 感应电动是 它要跟你通过去的电流有关系 是不是这样子 好像不对 是什么东西 Fi 这是不是通量 通量等于LI 是不是这个样子 也要成长电流的变化量 那这个是什么 通量吗 还是感应电动是 感应电动是 但是它一定是 抵抗你的 那管它 我们就先这样写 好 那你通过它 这边就是它的 损耗量嘛 不就是等于 L DI DT 一个积分 一个微分 多麻烦啊 通通把它微分了 所以你是不是等于 底V 底T 因为V已经知道了 微分你也知道了 这个R是常数 所以只能够后面 微分 这个呢 本来一次微分 现在再微一次 因为你把它整个的 这个呢 积分 微分完之后 就没有它了 就没有积分了 那是不是我equation 就建构起来了 干脆 写成你们喜欢 一样的 这样子 这个 通通除以L 再加上一次方的 R 除以L 再加上 CL I 等于 L分之一的 DV DT 是不是二级微分方程 跑出来了 这个是什么 常数 这也是常数 这个呢 就看你这边是怎么做 所以它可以 起始或非起始 如此而已 所以呢 我们就有微分方程了 对不对 所以下个礼拜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题 给把它解决掉 简单的就把它解决掉 OK 那不用到下礼拜 礼拜三 下一堂课 各位就会了 就没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知道吗 可能这题 非其次 要到下个礼拜 才可以解完 礼拜三会讲到其次的 OK 剩下两分钟 复习一下今天讲的 今天开始 我们先定义 什么叫做二阶微分方程 什么叫做linear 什么叫homogeneous 对不对 然后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假认是linear又homogeneous 二阶微分方程 一定要知道两个个别的答案 这两个叫independent 那这两个人的linear combination 一定也是这个微分方程的解 完整的解 叫general solution 假设这里面 linear combination的系数 你要知道 你必须提供两个边界条件 才可以解决掉它 但是呢 你怎么知道 这两个答案是什么 先说 假设你猜得出第一个 我们就可以利用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方法 猜出第二个出来 那有两个独立的答案 那他的信心组合 就是他最后答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